大家好 近十几年来 中国的大街小巷 已经非常非常难以看见流浪者 乞丐 和街边扒手 我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你看不到 也许你会非常偶然的遇到 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自豪的说 中国是个无流浪者 无乞丐 和无街头小偷的国家 过去日本 南韩 新加坡人经常吹牛自己的国家 是个零无家可归者的国家 事实上 在日本南韩新加坡到处可见流浪汉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中国古书上有记载中华盛世的社会状况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到底真假如何 难以证实 近十几年的中国 让中国人 来过中国的国外游客 和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 真真正正地体验到什么是中华盛世 中华盛世就是无流浪者 无乞丐和无小偷 它代表者 中华社会文明已经达到 所有外国至今难以到达的高度 China is number one 它的实际意义要大于高铁和摩天大楼 美国发明这么多高科技 它的无人太空飞船 已经到达太阳系边缘地带 可是你去美国的城市看看 流浪者的生活状况已深深地使美国蒙羞 美国人也已变得麻木 因为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可怕的流浪汉问题 前几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就是美国想解决流浪汉的问题 银行发放的房屋贷款过多而引发的 可是 十几年前 中国的情况与现在相比截然不同 那时中国街头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当游客在游玩时 残疾儿童乞丐常常让你大吃一惊 他们突然冲过来 抱住中国人或老外的大腿 紧紧不放 要游客给钱 游客很气愤 大部分游客会觉得无可奈何 想给点小钱脱身 但只要一给钱 周围的一帮小乞丐会跑来围住你要钱 你非但不能走 反而惹出很多麻烦 小乞丐们抱住你的手 腿 腰 在你面前伸出无数脏兮兮的小手 不停地喊要钱 小乞丐的背后时有丐帮在操纵 这在旅游圣地是常见的场景 几乎在大中型城市的任何地方 当时的无家可归问题 比美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还要严重 当时无家可归者援助站就向拘留所 社工到处搜查收容无家可归者 一旦无家可归者被强迫进入援助站 他们就失去了自由 他们只能待在房间里 如果援助站需要劳动力 他们就必须工作 援助站工作人员给流浪者的家人打电话 无家可归者在家人向援助站交罚金后才能放人 如果家人不交钱 无家可归者会在站里待上几周或几个月才能被释放 近十几年来 流浪汉的状况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 中国的无家可归者正在急剧减少 现在我们在大多数城市和偏远乡村都看不到任何无家可归者 连他们的足迹也难以找到 仇视中国人的西方人 他们的答案非常简单和可笑 中国警察在中国隐藏无家可归者 这很可笑 如果警察在几天内隐藏无家可归者 无家可归者总是在几天后返回街头 除非警察逮捕所有在中国的无家可归者 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 在监狱里关一辈子 这样中国的街上才会永远看不到流浪汉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需要大量的钱 很多外国博主在中国甚至好几年都找不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有14亿人如此庞大的人口 而且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的收入只是处于世界中等水平 为什么中国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 如今的中国是无家可归者 没有乞丐 没有爬手的国家 甚至比日本 新加坡 韩国还要好 三个国家声称这三个国家的无家可归者为零 实际情况比中国差很多 新加坡很有趣 叫流浪者为rock sleeper 全世界都如此惊讶 都想知道中国为什么以及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吗 尽管仇视中国人总是故意忽视这些进步 他们喜欢说中国警察抓住所有无家可归者并将他们关进监狱 所以中国的无家可归者消失了 他们的证据是十年前的一些照片和视频 但中国从来不否认十年前中国没有无家可归者 实际上警察逮捕无家可归者 这么大的动作总是被街头流浪者拍摄并发布到国际互联网上 但过去十年在互联网上很难找到这样的视频 日本南韩还有台独分子天天在抹黑中国肯定会到中国的车站 闹市区等流浪汉会出现的地方 如果有警察抓流浪汉 他们就可以拍视频 并上传到国际互联网上 疫情后是有少量的临时流浪汉睡在深圳 东莞的桥洞里 他们是临时找不到工作 想省钱 农村老家很可能有大别墅 与西方的流浪者完全不一样 西方流浪者根本就不会有财产 不像中国人 老家有别墅 却来城里当流浪汉 一、在中国每个村民都有房子 即使是无家可归的人 一旦回到家乡 他也有土地 村里也会给土地来建房子 村委会有责任分田地给 每个村民 包括流浪汉 所以中国的农民都有土地 人人平等 有同样面积的土地 而且严禁土地买卖 二无现金支付 在中国流行 中国人十年不使用现金 出门只有手机 没有钱包 乞丐要不到钱 有些乞丐也有二维码 但游客很不习惯与扫码施舍 可能是施舍者如果给现钱 可以向周围的人展现自己的富裕和出手慷慨大方 扫码给钱 不能让施舍者体验到这种情感 小偷也失去目标 行人没有钱包 只有手机 手机有定位防盗功能 没有密码 也不能取钱付钱 卖掉也值不了多少 所以十年来 乞丐和小偷急剧消失 三塑料和纸类材料的价格急剧下降 十年前 中国向国外出口大量商品 导致废塑料瓶和废纸板价格昂贵 无家可归者只需收集十个废塑料瓶 卖掉就可以买一碗 面条 现在中国出口产量下降 废瓶子和废纸板很便宜 所以无家可归者失去了收集废物的兴趣 四地方政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大量援助 村舍保险增多吸引无家可归者回乡 社会安全摄像头无处不在 警察轻松抓到小偷 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大量六十、七零后人口退休 年轻人更容易找到工作 一些国外的Vblogger说这是因为强大的家庭联系 家庭成员互相帮助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十年前 中国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 你不能说十年前中国人的家庭联系比现在不够紧密 不够紧密